政府去年开始推动幼儿园准公共化政策, 但是截至今年,非六都15个县力私立幼儿园加入的比率只有加益线超过五成。 今年8月起,六都也将开始实施。 有业者看衰,因为经营成本更高,预估加入比率会更低。 台北市的私立幼儿园里,老师带着孩子一起互动游戏, 而从今年8月起,包括台北市在内的六都,将实施幼教准公共化, 不过政府规定,加入的私立幼儿园,得依照统一标准收费, 业者则直言,六都的经营成本高,恐怕难以提升加入医院。 台北市教育局也指出,考量台北市的土地和物价等成本偏高, 已经向中央提出能够因地设置签约条件, 依照教育部订定的准公共化幼儿园收费的上限标准, 如果立案收拖人数六十人以下,每个月收费不能超过一万元, 六十到一百二十人则不能超过九千, 一百二十人以上的话,收费不能超过八千, 去年八月,非六都的十六县市已经先行实施, 不过截至到今年,只有嘉义县私幼加入的比率超过百分之五十, 新竹县还不到百分之十,今年八月六都就要实施, 面对业者和地方政府的疑虑,教育部除了说会持续讨论, 也请来了家长表达心声。 约一六都有部分的首长是新上任,教育部表示将会持续沟通, 研议准公佑合作费用的范围方案,会在三月底前确定, 记者纳红布道。 入口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